蝴蝴 啊! 丟葵糖 因為蝴蝴結下去 我是說 這個酒班蝴蝴逆流 又 今年是蝴蝴 前幾天在紅和谷釣西蟲也釣 釣一隻苦花 喔!現在都在 苦花很少的地方用西蟲釣 釣苦花 都叫有蠟 噢! 噢!蝴蝴的苦花很少耶 這一段 上游淨釣區比較多,這一段很少耶 你看,我嚼嚼 噢! 就有蠟,蝴蝶還低耶 實在是冰冰球了 不行了,不行了 競猜逗逗耶 啊! 啊!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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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啊! 只要年輕的 哇!越多越多 你自己回去啊 自己回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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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快回去啊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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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哩咧,吸水快要長起來 要趕快跑 天啊十一點半,快中午了 今天水量還不錯 跟我想像中的水量差不多 這一段蠟應該就不錯 但是現在太陽太大 釣這潛蠟比較 比較不好 那邊有一個人在釣 上面還有兩個 下面看得到的還有一個 所以今天禮拜日人還蠻多的 但是我看他是釣萬能耳 釣萬能耳在橫溪的話 比較容易釣到溪哥 和小石斑 真正的大石斑的話 還是要用大麥蟲和溪蟲 所以 你們沒有大麥蟲的話 至少要去別地方抓溪蟲來這邊駕 摩托車停在這裡就好了 上次停在那邊 我怕這棵樹萬一再倒一點 那個樹枝腐朽 再倒一點的話 歐巴可以轉過來了 萬不離 他丟完阿 歐巴出不出來了 真麻煩阿 這個樹一個人又抬不動 所以還是不要停在樹後面 停在這一段 然後用走的 先用走的下去 先下去下面釣一個小時 然後下午如果會下雨的話 會早一點上來 因為這邊很危險 前幾天我來這邊躲雨對不對 那個東西 說這個躲雨的東西 搭帳篷那個東西 本來在這裡 我在這邊躲雨 結果我感覺不到水 我就快跑了 然後那天就漲水了 因為我摩托車停在這邊 水已經漲到這裡來了 我就趕快落跑了 結果那天 我回去的時候馬上漲水 全部都沖走 這邊所有垃圾的東西 全部都被沖走了 所以我就說這邊真的很危險 那水一漲上來很快阿 那都是幾秒鐘的事阿 所以你如果 持續有下雨的話 要趕快跑 不能躲雨 我躲雨是因為我這邊 可以馬上騎車出去 沒有關係 這邊高阿 那你不要傻傻的在裡面躲雨阿 在後面躲雨阿 你根本就出不來了 你到後面 水乾的時候就 要到小腿渡了 要涉水 它一漲上來就一公尺了 你根本就回不來了 你在炒到後面 雖然有一條路 但是 它沒開 開刀的路啦 它只是在後面種竹筍而已 你要從這邊衝進去 水漲上它衝韻韻 你衝不進去 你找不到路衝進去阿 它都太密實了 那這邊後面這一段都是無鍋魚 應該會有人來後面釣吧 今天禮拜日 因為我也好久沒下去了 高水路可以走了 它草又密 又密合了 要從後面另找出路了 所以齁 這邊 喔唷唷唷 好多魚喔 這是無鍋魚 幾針耶 這一個月齁 一個月草就長很多了 喔 喔唷 沒路啊 你看 喔 那五雞魚 幾針耶 這邊的魚真的不要吃阿 大家真的不要吃阿 我很喜歡吃五鍋魚的 都不敢吃這邊的魚 因為這裡工廠太多了 沿路都工廠 那袋子衝到這裡來了 你看有沒有 我就說吧 躲一下魚而已 躲一下魚而已 沖了幾百公尺 從那邊沖過來 沖到這裡來 停摸摸車而已 從到這裡來 我說水很重 趕緊起來了 這袋又是什麼碗鋼 電線 這袋電線 重現扒掉的電線 垃圾啦 哇 真的沒路 多餘的這個塑膠板 衝到這裡來 更遠 這個有五六塊 衝到這裡來 所以說齁 真的不要在這邊躲雨啊 旁邊那條溪現在水量這麼充沛 它是有改道嗎 以前這邊是乾乾的啊 現在可能這邊有改道了 變比較凹 所以這條水流量變得比較大了 後面 後面是走這邊嗎 好像沒什麼路啊 最後真的沒有路了 然後腰 哇 那真的要走水路了 幾個月沒來 幾個月沒來 一下子就全部 草都長滿了 這邊就是這樣啦 所以以前有外勞來抓無鍋魚的時候 反而更好 外勞來抓無鍋魚 外勞會 會開路 反而路會比較好走 現在外勞生活好了 不吃這裡污染的無鍋魚了 反而就沒有路了 現在要下去了 下面來不及了 因為我現在十一點 十一點半喔 快中午才來 所以來不及了 而且這邊會下午後雷震雨啊 所以我說不要在這邊 停留太久 我是下來試一下 因為上面有人在釣 下來試這一段試一下 然後馬上就要上去了 不然這個魚喔 它上面在下你不知道 很危險 沒有陸地啊 以前這邊都有陸地啊 現在沒有陸地可以放包包 漏洗 人在那邊弄了 釣著一小段趕快釣一釣 怕變天 魚應該很餓 太久沒人來釣了 喔喔喔喔喔 兩下三下 喔有四下五下 第二喔 刷酒班 啊又讓它噴下去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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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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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 本來順利給它拉回來的 悲泥 你看 輕輕輕輕 沒有過風情 爬下去就爬下去 爬下去就爬下去 這裡沒人來啊 他都說了 繼續 繼續 一坑那鍋子而已 爬下去就爬下去了 喔喔喔 對啦 爬下去了 這個下去 逆流 這隻比剛剛更大 爬下去了 飛 哎呀呀 也沒有更大 差不多 差不多 這一小段賴就蠻咬的 後面我還沒有掉 但是有一點 天氣有一點暗了 我可能要先撤走了 因為我說過這邊真的很危險 你們沒有經歷過不知道 差不多 差不多 差不多啦 跟以前一樣 比型也差不多 好啦 等一下 你看我們沒有 有它放包包 我撿一下酒頭放包包 那咧 要去裡啊 不要在這邊 送啦 哇 酒班 喔這個酒班很大耶 從那邊 從那邊開始衝到這邊來 欸 苦花 不可能吧 叫西蟲 啊真的是苦花 叫西蟲 苦花還會吃 而且這邊苦花很少說 哇哇哇哇 啊不小耶 開罐 啊 靠腰咧 太意外了吧 有二五了咧 一年是苦花 啊 丟葵糖 丟葵糖一年 苦花擠下去 啊你娘 我是說 這個酒班 酷喔 逆流 喔 一年是苦花 前幾天在洪河谷 釣西蟲也釣 釣一 釣一釣苦花 喔 現在都在 苦花很少的地方 用西蟲釣苦花 喔 你看都這麼有爛 喔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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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來了喔 一定要到這邊來啊 這邊就直接摩托車騎了 就可以撤退 因為這邊比較高啊 不然你在這裡齁 後面水浸起來 你沒辦法回來啊 下午就釣這一段 那邊有一個人在釣 稍微釣一下就好了 在下面 一個小時吧 一個小時這樣 剛開始蠻咬的 釣到苦花之後就不咬了 不過這一段會比較好 而且現在又陰天了 陰天釣這一段會比較好釣 這一段的魚啊都集中在草的這邊 草有靠近水的話就會有魚 對 那外勞已經來抓魚了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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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糕到稍了 那這塊 這台 真的爛啊 我以為外勞不來這邊抓魚了 你看 有差點才糕就是啊 他真高啊,看你能中嗎? 上次來這一段還太淺耶 今天這個水量剛剛好 流速也可以 來來來,流尾這邊 嘿嘿,靠腰勒,我又猶豫了 欸,對了齁 很抱歉 我猶豫了,你還含住 真的是齁 這樣子真的很不好意思 禮拜日下午三點多 還是有 還是有在排啊 所以不一定是禮拜日就休息了 我說過啦,這個不知道是不是合法的啦 反正他就是排啊 所以 也不知道這個水有沒有汙染 但是就是 勸大家不要吃這裡的魚啊 尤其是 喜歡來這邊釣西哥的 釣西哥大部分都是要吃的 所以還是勸大家不要吃啊 這邊 說實在,連外勞都 都不大吃了 下雨了 阿娘喂 喔熟熟 遠遠就聽到雨的聲音了 從橋上面那邊下過來 白茫茫一片 聽到雨的聲音趕快跑回來 抽雨傘 還好沒有林造 喔,雨的聲音好大喔 還有一個釣友在奮鬥 我可能要收了 我們去 去樹下那邊收釣竿 這個魚先放在這邊 還沒有那麼快長水 先收釣竿啊 不釣了不釣了 媽呀 越下越大 並拚久 釣竿才剛收好就下大雨 那釣友不知道跑去哪裡了 哦 屏扁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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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要 冒著雨 那個了 冒著雨放雨 這種大雨啊 要先放雨啊 不管多大都要放雨 不然你看水這裡就沖起來了 這個 這個四十毫米 它就會可以 長一層樓了 這邊很恐怖啊 百分之三十也給我下那麼大 拜託 這邊百分之三十才來這邊釣了 烏來百分之六七十 我都不敢去了 結果百分之三十 說落到冰箱裡 娘 提棒棒了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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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更更更更更才 啊 啊 哼 啊 不換啦 哎唷呀,我以為 稍等,稍等 寶寶在那裡不好 哇 哇,你在不安穿 不安穿,不安穿 自己回去,自己回去 啊,這個咧 樓到這麼大,是要用枸杞的 大久半 阿娘的咖啡 咖啡啦 神奇的苦花 小小叫 咧,還有一隻很大的九斑呢 這個不算大 有一隻二十幾的啊 也不是 啊耶 哇,沒抓沒抓 哇,實在是病病狗了 不行了不行了 病太痘痘了 啊 阿娘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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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越爐越大 你自己回去啊 自己回去,自己回去 哇哇哇哇 趕快回去啊 快快快快快 哇,你累咧 溪水快要爽起來了 要快來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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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